歡迎深圳突發奇想我是安悠祺 藍白分手之後繼續互撕啊 而且國民黨已經迫不及待的開始操作氣寶了 只是呢這個氣寶真的有可能會成功嗎 看看柯粉的反應就知道了氣炸了呀 而且分手之後雙方主帥都沒有好話 像侯友宇就說有人一直軟頭沾骨的 甚至呢還不要臉啊 可是呢不要臉的碰到不要命的 不要臉的就死定了嗎 而且呢這個趙少康也單刀直入的說 所以你看啊柯文哲在藍白分手之後的第二天 完全沒有行程 接下來我就看他到底還能夠到哪裡去辦活動 那柯文哲隔了一天之後現身 他也不服氣的說 台灣那麼多地方怎麼會沒地方可以去呢 我只是在這個沉澱反省而已 而且反省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以後幕僚沒看過的主帥絕對不能簽字 好那但是呢這個柯文哲就講為什麼會這麼做呢 因為呢這個政壇實在呢這個有太多人 每天都在盤算怎麼害人 那到底害人的人是誰呢 陳佩奇就跳出來說 這個國民黨就是那個恐怖情人 但妙就妙在呢 柯文哲又出來講了 說陳佩奇這個人發言不代表民眾黨喔 因為柯文哲說他還是不放棄要藍白核嗎 只是這個核呢變成了和諧的核喔 那外界也看不懂啊 你不是被害的人嗎 那被害的人現在要跟害人的人和諧 這到底是哪招啊 那至於民進黨的部分呢 在副手蕭美琴就戰鬥定位之後呢 現在算是最正常的喔 全黨團結向前衝喔 只是呢能不能夠這個 衝破基本盤喔 拉大跟藍白之間的差距呢 外界也在關心這個後續的發展喔 因為呢在藍白分手之後呢 近新聞的最新民調結果也出爐了 那到底這份民調是把誰 嚇住了一身冷汗呢 好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的滴學偉 各位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張一善 又齊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新媒體議員葉媛之 又齊好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李征浩 大家好 財源專家邱敏歡 又齊好 大家好 好我們看到呢 藍白河在上週演出了那一場鬧劇之後呢 這個週末假日哇 余波蕩漾喔 國民黨是開戰了 不過卻說未來還可以合作 那柯文哲則說他在反省喔 但是呢又回批這個國民黨太作作 到底什麼狀況啊 好我們看到了 侯友宜呢在11月25號呢 在這個藍白分手之後呢 不但去幫立委站台 也辦了這個藍白分手後的第一場造勢大會喔 那站在台上呢 柯文則是暗酸喔 說有人軟頭沾沾會更小啊 說自己吞人至今啊 一次兩次都讓對手軟頭沾沾 還好 現在一切都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侯友宜現在心情很好 我現在心花躲躲開啊 而且還說喔 不怕死的人遇到那個不要臉的人 不要臉的人一定會死啊 那這個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喔 後面還打折水棍上 就說呢 這個 把柯文則制度打到20%以下 國民黨拿45%就會贏了 而且還說這有什麼難的 那甚至呢 柯文則在分手這個之後呢 第二天居然完全沒有公開行程耶 然後呢 還被這個少少康酸喔 是這個家旅敦候選人啊 然後說呢 希望柯文則你好好考慮一下嘛 國民黨的基層實力這麼厚實 你看看你現在還能去哪裡啊 真不知道柯文則現在 要在哪裡辦活動喔 還說呢 雖然總統的跟民眾黨沒有合作 可是將來啊 我們在中央政府跟立法院 還是刻意合作的啊 欸 主帥把這個柯文則罵一頓之後呢 然後呢 副首人選說呢 沒關係把你罵歸罵 我們接下來還是可以繼續合作 哪招啦 而且呢 國民黨更狠的是還下了這個動員令喔 小雞從現在開始呢 不准這個柯文則來幫你站台喔 那我們來看喔 國民黨的小雞們態度也開始變了喔 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許巧新 總是有顆陣線聯盟的吧 他怎麼講 他說分手之後切記 藕斷私聯啊 那一定要斷得更乾淨淨 對彼此才是最好的 所以他主張呢 對這個柯文則 你要堅持斷捨離喔 連這個國民黨立委 這個候選人羅志強 欸有事有顆陣線聯盟 他也說我是國民黨候選人 一切當然遵照國民黨的 這個規定來辦理啊 所以看起來呢 欸對柯文則 他們都已經下車了嗎 好那柯文則呢 在這個登記之後 竟然第一天完全沒有行程 神隱了 那這個被這個 趙紹康酸喔 是這個家裡敦候選人 柯文則不滿的說 這個喔 政壇上就是有人 每天盤算怎麼害人啊 還說呢 這個我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啦 像我們每 把每一個人都當好人 看待一樣啦 不會像別人喔 在批評別人什麼 軟頭情故 不會更小啦 那而且呢 我們還講到侯友宜喔 說因為侯友宜在登記之前 他還強調說 他最後一刻打電話給柯文則 柯文則就說 你看這個動作就很做作啊 你侯友宜都沒信用了 誰敢接你電話 那現在外界也在講 到底是誰沒有信用啦 還是雙方其實誠信都破產了 好那對於這個趙紹康酸 他說接下來 我看你可以到哪裡去辦活動 柯文則說 台灣可以去地方很多啊 我只是希望大家沉澱一下 整理心情嘛 我本來就不是很贊成那種花大錢 動員活動的人啊 還說談判過程對啦 我犯了幾個錯誤 而且我也學到教訓了 什麼教訓呢 就是除非幕僚看過 不然主帥絕對不可以簽字 還說國民黨一直在騙我 要騙我進他們設的局 但是他被騙了之後呢 這個還自認 比侯兆配強 說因為在野目前 還是我看好度最高 只是呢我對於藍白河要和諧還是不放棄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柯文則還是要繼續跟藍白和諧嗎 好那這個柯文則的妻子 陳佩奇 這個讓不讓柯文則這麼做呢 陳佩奇爆料說藍白河談判的過程裡面 有藍營大咖持續要柯文則 去當白銀的不分區 破局了以後攻擊就從四面八方接種而治 所以陳佩奇說藍營 就像恐怖情人一樣 但是柯文則出來講 陳佩奇這是個人發言 與民眾黨無關 那所以真的可以切割乾淨嗎 就請教學偉 那你怎麼看這個目前為止 這個雙方交貨 怎麼還在講未來可以合作 真的假的有可能嗎 其實我發現國民黨 沒有跟他雙方交貨 除了趙少康講的那個說 要把柯文則支持住打到二十趴以下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國民黨侯友宜到目前為止 侯友宜說有人不介紹 軟頭筋骨 我推忍到現在 我現在心花朵朵開 終於過去了 我現在心情很好 心花朵朵開對不對 不介紹他也沒有指明是誰 對不對 你現在這個萬用句子 對不對 因為他講說他屯輪這麼久 你只有對他軟頭筋骨的人 他一定不會 他說他不怕死的 當然不怕那個不要臉的 對不對 這就是他以前刑事警察局長刑警風範 對不對 所以他繼續就是抓下去 好啦 那可是你反觀客人 他也沒有指明是誰對不對 你現在這個萬用句子 對不對 因為他講說他屯輪這麼久 你只有對他軟頭筋骨的人 他一定不會 他說他不怕死的 當然不怕那個不要臉的 對不對 這就是他以前刑事警察局長刑警風範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繼續就是抓下去 好啦 那可是你反觀柯文哲這幾天 他到今天上午 接受那個廣播專訪的時候 他還是一樣 還是很 對這個很個語很在意 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柯文哲 你看他在仲青開講的那個 那個上面有沒有 他講的那些東西 你覺得誰比較在意 我看是柯文哲比較在意 他說藍白合合作的合 不能合的對不對 那至少要藍白合 合平一點嘛對不對 所以他會怕對不對 你現在國民黨真的起屁面 開始打你的話 你真的會被打到20%以下 不過我是勸國民黨 這個時候要打綠不宜打科 說起來 因為柯文哲的那個支持者 有沒有 有淺藍有淺綠 還有中間選民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對他窮追不捨對不對 人家講說贏狗不要贏了對不對 你這個窮扣莫罪你知道嗎 你現在還一直打他的話 人家會覺得說你真的不好道 對不對 他都已經淪落到這樣的 你看兩天登記完 兩天都沒有行程 你還拚命打他對不對 你真的要把他打完自閉症 關在家裡面嘛 所以你看 這個時候就是說 你現在不要打了會有反效果 你如果這個柯文哲的支持者 到時候覺得說柯文哲 這樣打得很可能對不對 往我挺柯文哲 那我現在柯文哲 沒有辦法當選的話 我也不會讓你 給國民黨趁心如意 所以跑去投賴清德 得不償失 所以我現在說現在的 國民黨的方法 應該是打綠冷科 你對他冷淡就好了 不要再去回應他任何東西 不過我們看錯我剛才講說 柯文哲他自己 從他的言談裡面 你就會發現說 他還是很在意這個 藍白河這件事情 他說他要再反省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發現他的反省 都在反省別人啊 你看這些 你有看到他反省他自己一個人嗎對不對 他說政壇上就是有人整天盤算怎麼害人 這是他反省的結果啦 問題是你有沒有害人 講句實在話對不對 他說心存散念盡力而為 我們把每個人當好人看待 對全世界都好人只有你是壞人 所以他不會反省自己對不對 好啦你說你看很做作 你都沒有信用 誰敢接你電話 那到底那一天出來的話 一般人認為是誰比較沒有信用 你是設局 設了一局跟郭台銘設了一局 搞不好郭台銘還不知道 你設了一局 你就是要讓侯友宜往裡面跳 你就是逼侯友宜牽制說 我要當副手 所以你看我剛才講說 林佐水就開始講了 他在仲慶開講裡面講的一些話 馬上就會發現說 你這個人根本就是謊話連篇 真的他說 再也還是什麼柯贏配看好度最高 他就告訴告訴柯文哲講說 你最新的民調都沒有在看的 今天那個所有的民調出來 幾乎清理社說你柯文哲已經輸了 輸淺淺 不是輸以前麻花捲 那誤差範圍 所以你趕快今天趕快 反正今天沒什麼行程 花點時間看看 花點時間看看 今天最新的一些民調 好第二個 他說他可以去的地方 炎框很多 怕什麼對不對 誰在怕 是你在怕吧 包括連圓框橫那個本來說 邀請他希望他 或許有可能來這邊站台 對 圓框橫 因為跟阿飄關係不錯 他有邀請客文哲去幫他站台 後來你看現在藍小雞的所有的通告 都要臨時都拒絕了 馬上喊咖是不是 本來要去 對 通知拒絕了 對 連我今天我早上跟葉原支同台 葉原支都展示斬釘截鐵 人家主持人問他說 那現在柯文哲找你去站台你要不要去 他馬上說不行 我們黨中央已經下令禁止柯文哲來站台 你看馬上斬釘截鐵對不對 雖然他那個看板那個盆擊還沒有弄 那個畫像還沒有畫 他告訴大家講說現在只是出拔 已經看不到柯文哲 對對對 你看 好啦 那你說 我剛剛講到說 他就講 你看國民黨都一直在設局對不對 都在騙我叫我跳進去陷阱裡面 那天軍越那個飯店那一場 明明就是你跟郭台銘設局 要侯友去死的對不對 所以今天怎麼會變成說 人家在設局你 好啦 他又講說什麼 主帥不能牽制 除非幕僚看過 那一天陳志涵沒看過嗎 陳志涵還三度跟你講 還跟你死眼射 還跟你那個最後又落淚有沒有 他不是叫你不要簽嗎 你還是簽了 你講那些屁話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看柯文哲這個反省 到現在你不要相信他會反省 他不可能 他覺得怎麼樣的話 他自己就一頭栽進去 好啦 那個陳佩琪更誇張 好啦 人家講母解會 已經停了好幾天 他終於沒有下指導局 為什麼 忍不住你看 又出來了 又寫了簽字文 你看 他說 白人他說藍牌過程 藍大咖持續要 柯文哲去當白銀不分區 這個不分區很誇張 我是沒有聽過說 我叫柯文哲去當不分區 他說國民黨大咖 一直要柯文哲 當白銀不分區第一名 我覺得不要放話 哪一個大咖講的 你趕快把名字公告出來 真的 把人公告出來 對啊 包括今天柯文哲也講 什麼有人就跟他講說 什麼那個什麼 羅森伯格不是說什麼 會打電話給他 說你如果當副手的話 他還給你一億美金 最後還加一道兩億美金 真的假的 有人用給柯文哲兩億美金 讓他當副手 對啊 他在那個時候 有一個那個什麼 阿拉斯加參議員的助理 去找他 跟他說那個ARG 李氏子級 羅森伯格會call他 而且跟他講說 這個有可能接下來 你一億美金 兩億美金 叫你退選 不要選 或者說你當副手這樣 那我覺得你看 他自己還講 他說這可能是 國民黨社會局 也有可能是國際詐騙集團 國際詐騙 有什麼只騙你 對不對 我們不會去騙郭台銘 對 郭台銘兩億美金 對他講沒意思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你今天AIT理事主席 你是不是很好查證 你不是說AIT還問你說 大陸的手有沒有進來 有沒有下指導期或幹什麼 你跟AIT你可以溝通 你就很容易查 對不對 你打電話去問一下 AIT說 羅森伯格是不是要call我 是不是有人要出一億兩億美金 叫我當副手 那哪位參議員 他說阿拉斯加參議員助理 那你講哪一個參議員 對不對 查半天阿拉斯加的參議員 裡面沒有華醫 有人還講說 那可能大陸出得起錢 只有大陸才會出兩億美金 連這個都可以扯到大陸去 我就覺得有夠扯的 好 那接下來 他就講說 國民黨有兩億美金 如果是他說假如是國民黨設的局 假設 那國民黨有兩億美金 那幹嘛拿給你柯文哲 他拿來參議多好用對不對 而且很多人都欠了一堆錢 馬上就可以還清了 國民黨大家也知道 現在算到要有幾顆了 怎麼可能會出兩億美金 叫你當副手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看這個影射的過程之中 說真的 你跟得有人 有那個的話 有對象的話 趕快把名字公告出來嘛 對 藍大咖 對不對 還有什麼AITA 什麼阿拉斯加參議員助理 這個都全部都很好講 好啦 那我最後再講回來 陳佩琪 你們不是一直叫人做副手 對不對 怎麼會變成你 別人一直叫你 人家叫你當副手 那你也叫人家當副手 而且之前講的話說 誰在修路侯友宇 他說給你算也算不贏 而且還告訴你說 韓國瑜柯智恩 還比侯友宇強 對不對 你叫別人當副手 還要挑三拣四 人家叫你當副手 那你也叫人家當副手 而且之前講的話說 誰在修路侯友宇 他說給你算也算不贏 而且還告訴你說 韓國瑜柯智恩 還比侯友宇強 對不對 你叫別人當副手 還要挑三拣四 你還不是看中侯友宇 侯友宇至少還說 要你當副手 還是跟我搭配 那你柯文哲是 叫人家當副手 還說你侯友宇不要來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講話真的要 有評點良心 那所以柯文哲馬上挑出來 個人發言與民眾黨無關 對不對 那無關問題是 你連家裡面的老婆 都管不住 對 妹妹 什麼東西 黨裡面的人 講話你都管不住了 那你以後怎麼管 管中華民國 所以我是覺得說 柯文哲不要反省 這個我真的 真真切切 要看你反省到哪一天 或反省到你自己本身的話 我才相信你說的話 可是就請到易善了 趙少康已經迫不及待下動員令 只要把柯文哲支持度 打到20%以下 國民黨拿45%就會贏 這有什麼難的 這個趙少康到底在急什麼 現在這個藍白的支持者 這樣的一個仇恨值 真的有可能 讓你操作棄保成功嗎 你怎麼看 這個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且很妙 國民黨以前有顆陣線聯盟的小雞 現在都不一樣了 許巧欣 真的有夠狠 分手之後馬上講 要斷就斷得乾乾淨淨 切記藕斷絲連 馬上跟柯文哲切得乾乾淨淨 羅志祥也是 我一切當然遵照 你以前有說要遵照國民黨的規定辦理嗎 你怎麼看這種變化 對 許巧欣跟羅志祥不夠狠 我最狠的是我們旁邊的葉原資 最狠的是葉原資嗎 還沒下架民進黨 先下架柯文哲 而且把柯文哲畫成三道猴子 畫成三道猴子 畫成三道猴子 他就畫上去像三道猴子啊 旁邊是猴子 旁邊是另外一邊叫做三道猴子 這是國民黨的政府總統參選人啊 為什麼會有這個局勢的變化 因為藍白河 藍白拖 現在叫做藍白戰 真正的目的叫做戰略位置上面要取得第二名嘛 接下來操作所謂的棄保 那先講柯文哲這邊怎麼去操作嘛 他雖然在加里敦 加里敦沒有在沉澱思考 結果有一個他老婆 加里敦裡面只剩下老婆啊 所以只有老婆可以指揮啊 所以說說他說個人發言與民眾黨無關 但是與加里敦的柯文哲有關啊 就是他叫他發的啦 發的重點是兩個 一個叫做柯文哲被逼著去做副手 第二個叫郭台銘去做所謂的不分區立委 為什麼呢 他要拉取爭取所謂的郭台銘不參選的 5%到10%的這個選票嘛 讓這些郭粉們覺得郭台銘今天不選 是因為你國民黨叫他做不分區立委嘛 這是陳佩奇發言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嘛 另外一個就是他這次的破局 要把責任推給國民黨嘛 所以他講了這句話 國際騙子設局就講你們國民黨啦 國民黨叫做國際騙子 他說雖然不是國民黨發動的 也許是國際騙子 但就是一個局 講白點他就直指國民黨設立一個局嘛 而且說有人只要他當副手就給他兩億 被網友嘲笑說兩億叫記憶與回憶 他不堪回手啊 這個破局的責任當然要推給國民黨嘛 兩億美金是六十億台幣欸 哪有可能 所以是記憶與回憶嘛 說真的整個破局就是因為你柯文哲進去那個小房間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有人騙你說有兩億美金 所以你簽了六點協議 然後之後撕毀協議 所以才破局了嘛 這才是關鍵嘛 就是柯文哲現在為了操作棄保 為了占據在民調上的第二名 當然要把破局的責任推給國民黨嘛 那趙紹康一樣他也很厲害的要操作所謂的棄保嘛 所以他在台南演講廠商明明就說 欸我們要複製台北市的經驗 叫做棄皇保獎嘛 最後是國民黨的蔣萬安當選嘛 所以他已經在釋出所謂的棄保效應 但是我要跟趙紹康講說 你的上一場卷戰叫1994年 那年我24歲 我在陳水扁陣營 趙紹康其實就是那時候的柯文哲嘛 負責去分裂了國民黨的選票嘛 黃大洲就是侯友宜嘛 不是嗎 兩人個性 好像都沒有存在感一樣 到最後都是趙紹康在存在嘛 另外就是陳水扁 欸這次的賴清德叫蕭美琴 事實上是有那快樂希望陳水扁 打中間選民 打年輕選民的這個味道嘛 所以1994年的撒卡都 比較接近在今年的這場的總統大選 而不是上一次的所謂的 呃台北市的黃珊珊講完安 跟陳時中的一個選戰 所以而且我要講的是說 你不要區域也不同嘛 台北市是天龍國 跟整個台灣的整個的選票結構 完全不一樣 你不要拿和牛來比做牛肉湯好不好 你昨天在台南去吃牛肉湯 不要吃和牛 所以這個東西你拿和牛去比牛肉湯 拿所謂的台北市市長的氣保的效果效應 來去來比較所謂的今年的總統大選是完全不倫不類的 因為氣保有三個關鍵 這三個關鍵我個人覺得都不存在了 第一個關鍵叫做氣三保二嘛 但是現在看起來兩個候選人 侯友宜跟柯文哲之間是形成一個麻花捲的狀態 比較分不出來誰是第二名誰是第三名的情況下 彼此的支持者是不可能產生所謂的氣保效應的 第二個就是說賴清德的民調跟第二名之間的差距啦 當然最近的民調上會有一些藍白河的一些策略性支持 看不出來沉澱一個禮拜之後賴清德的選票有沒有支持度 有沒有跟所謂的第二名拉開嘛 如果拉開在10%以上跟之前藍白河的之前 差不多大概賴清德大概領先大概10% 那如果領先10%你怎麼氣保都贏不了賴清德的時候 氣保效應就會降低 然後要觀察所謂的第三名就壓最後一名 他有沒有掉到15%以下 15%是一個關鍵點 為什麼呢 15%的支持者會認為你不會當選了 所以他就會策略性的轉移 他不想要為了讓他不想要當選的那個人當選 所以他策略轉移到第二名嘛 這個叫做支持者的支持度的差距 第三個最重要叫做仇恨值 也就是說我不喜歡誰當選 麻煩來了賴清德的仇恨值很低啊 侯友宜的仇恨值也不高啊 仇恨值最高的是誰 就是柯文哲 所以這個氣保如何把柯文哲的選票 移到侯友宜或移到賴清德 反而會產生這個效應 因為大家害怕的 反而不是賴清德當選或侯友宜當選 反而最害怕的叫做柯文哲當選嘛 因為你柯文哲的仇恨值非常高 所以最後如果產生氣保效應 有可能就是柯文哲的選票 移動到藍綠之間 最後形成藍綠對決 這一次的所謂的氣保效應的操作 其實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不過也許到這個原資啦 趙少康這麼急著操作氣保 會不會太早了一點啊 還是說現在看這個基層支持者的氛圍不一樣囉 這個時候操作氣保 他覺得是這個有利可圖啊 但是不要說國民黨的支持者啊 白銀民眾黨的支持者 現在也是這個憤怒爆表耶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因為趙康他最主要就是要先拱 讓大家有信心啦 因為之前大家都期待說 是不是藍白河才有可能會推動政黨輪替 但趙康現在變副總統候選人之後 他告訴你說 實際上我們還是有贏的策略 所以他這樣講的話 讓我們國民黨的支持者的士氣 確實有回來 我們現在也有贏的信心 那剛剛講到我的看板 那我看板就馬上處理 你知道上個禮拜五啊 就是他們呢 就是這兩個黨的候選都確定之後 那那一天我大概七點多回到辦公室 那時候助理已經下班了 電話一直想我就自己接 我一直接 我一直接 我一直接起來呢 他說民眾就說你告訴葉原資啦 叫他那個柯文哲趕快塗掉啦 你趕快下下來 我跟你講如果他不會趕快下下來的話 我們本來都支持他的 我叫我朋友不支持他 你知道類似電話我接到三通 你這樣那個鐵熱絲噴氣 到底送貨送到了沒啦 沒有我們都不會去打擦羞辱他 但是就是支持很憤怒 那我接的時候我也不敢說是我啦 我就說好好我會轉到給他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說這樣真的不行了 因為那天早上我有去要趙少康的照片 可是他照片還沒拍好嘛 他照片說禮拜一才能提供 那照片拿到還要輸出還要貼 還要補要花點時間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想說好 既然這樣子 那我就轉念一想 我用心的來處理這個看板 用細緻藝文的方式 於是就想到有人建議我就可以找那個 小時候重搖電影的那種墻壁有沒有 用繪畫的 所以我現在用繪畫的方式 把趙少康畫上去 但是因為這個繪畫需要作業時間 那第一天大概只有把它塗白 然後畫上一個輪廓 所以才不會 之後不會像這樣三道猴子 不會啦好不好 之後會 之後會 會真的是會很棒的照片上去 你應該自己做上去 自己親自塗掉才對啊 那我就 我就不會了 我就不會了 然後我這個看板的意外呢 成為一個歷史的景點 他現在在Google Map上面有一個名稱 叫做業員之藍白河看板 很多人Google之後去那邊打卡上傳 很多人希望說我能夠把這個看板留下來 但是不好意思 我只會留到1月13號 因為住信很貴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現在的國民黨支持者是 非常的比較憤怒一點 比較憤怒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國民黨確實 趙少康他定的策略就是 我們還是主要是打賴不打磕啦 這還是我們的策略 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假設你要操作氣保的話 你現在去一直去打磕 你只是讓民眾黨那些討厭民進黨的人 更加的凝聚而已嘛 他們也不會留到我們國民黨這邊嘛 所以我們還是會訴求中間選民 就是告訴中間選民說 我們為什麼執政比較適合 讓那一些討厭民進黨的人 當他們發現我們比較有勝選機會的時候 自然的氣保啦 所以現在的策略還是打賴 還是打賴不打磕 那大家會講說沒有不對啊 你們現在你看侯友宜也說什麼 不要臉的會輸給不怕死的啊 什麼之類的 這是不是對柯文哲也沒有好不好 第一個 沒有喔 沒有剛剛學友柯有解釋 那個是在尤淑慧 那你覺得他說的不要臉是誰 可能王世堅啦 因為他是勉勵尤淑慧 因為他前面是在講說 尤淑慧很不怕死 他到監獲選區去選嘛 所以他說不怕死的 因為贏不要臉 那尤淑慧對手就王世堅了 那無論如何這個就是各自解讀啦 這就是各自解讀 然後再來就是 對侯友宜這兩天確實是有講一些 比如說什麼誠信很重要啊 然後或者是他還是在登記前都打給柯文哲啊 就類似說還是會有談論這個事情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 難怪破局之後余波蕩漾 結果大家還是在解釋說為什麼會破局 就是盡量把責任推給對方啦 柯文哲在做這個事啊 柯文哲今天也有解釋說 侯友宜打給他的時候他為什麼不接 那他也是講說誰敢接啊 你又把我簡訊公布啊 然後之前我打給你 你又開記者會我也不敢接 就大家現在還是在吵架 就只是在吵架 而且這個吵架也不是陷於藍白 那個郭台銘跟國民黨那邊也在吵架 黃世修這兩天都一直在跟我們國民黨女發言人 互講性騷擾啊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余波蕩漾 余波蕩漾 最後我覺得還是會回歸到打賴 然後我們對於民眾黨的合作呢 現在是因為柯文哲跟侯友宜已經變成總統候選人 所以我們當然不可能找柯文哲來站台 因為這樣對於我們支持者 跟對柯文哲不公平 這我其實我已經講很多次 可是真的小基是可以合作 我就舉一個例子嗎 誒 尤其你知道今天蔡壁如 蔡壁如他今天走進我們國民黨開記者會 對不對 那這個大家想說怎麼可能 而且他並沒有跟柯文哲報備 然後旁邊做的是誰呢 旁邊做的就是我們國民黨提名的 台中市的立委候選人 那這個就是營造說 藍白的小基可以去互相支援 這樣的一個支援做法 所以未來我覺得這是一種藍白核的新模式 就是總統大家就各選各 但小基可以互相支援 然後柯文哲自己 其實你可以觀察到 他打他想打國民黨也是愛打不打 也是不敢打得很用力 譬如說他今天 他找那個陳佩奇出來寫臉書 剛剛大家講陳佩奇出來寫臉書 坦白說啦 陳佩奇說什麼國民黨的什麼大咖 叫柯文哲去選什麼部分去 這個一看就知道亂想的嘛 國民黨的戰略從頭到尾都是 希望侯跟柯可以配成一組嘛 對不對 所以之前柯文哲說比民調輸了退 侯文哲你輸了你退 我們是不支持 我們是覺得柯文哲也要出現在選票上 即便是侯友也贏 所以怎麼可能會叫柯文哲去選部分區的立委 這絕對是亂掰的 但是為什麼是陳佩奇出來講 因為柯文哲可以切割啊 他可以說陳佩奇是國民啊 個人發言與民眾黨無關 但怎麼可能嘛 尤其我跟你講平常時候還可能啊 選舉之前怎麼可能 現在剩40幾天 柯文哲你在選總統耶 你媽媽講什麼 你老婆講什麼 你民眾黨的隨便一個講什麼 可能對選舉都有影響耶 你難道管不住他們嗎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能的 我反而高度懷疑說 這其實是討論的結果 就是有人討論過之後說 我想要抽國民黨的影響 可是柯文哲說我不方便 我不方便 陳佩奇就寫點書反正 到時候被罵 我就說是你自己罵我管不了你 這是一種柯文哲想罵又不敢罵的一個一個彈性的處理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剛學友哥講 柯文哲早上接受廣播訪問對不對 他說什麼有人 打給他啦 有人要出兩億美金 叫他做國民黨的副總統 他也不敢直接講國民黨喔 你知道他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是說 我沒有說是國民黨啦 也可能是國際騙局 這句話隱含什麼意思 隱含就是叫你做這個事情的人 不是國民黨就是國際就是國際的騙局 那你還是有一點點懷疑到國民黨啊 所以就是在網路上帶風向啊 那所以他其實對國民黨不爽 可是他也只是說用那種影射的 用影射的方式 那因此我覺得未來藍跟白就是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說不會互相的正面交鋒 要互相攻擊大概也就是用那種 很隱晦的方式 那最後可能大家還是會以打那個賴清德為主 這可能是最後 之後我覺得藍白的關係啦 不過藍白小機 未來真的還有可能合作嗎 那你叫鄭浩啦 剛剛我們就特別提到啦 這個以前跟柯文哲交情很不錯的 許小新跟羅志強耶 都已經講了 要斷的乾乾淨淨 切記藕斷絲連喔 在說自己喔 而且呢 照稍剛講啊 現在就是要把柯文哲的制度 打到這個20%以下 但荒謬的是他又講啊 但其實我們將來在中央政府立法院 還是刻意合作嘛 那柯文哲罵了半天 說侯友宜登記前打電話給我 做做 你都沒信用了 誰敢接你電話 但是接下來呢 我還是不放棄藍白和和諧的和 那到底在玩哪招 那所以你怎麼看喔 這樣的這個狀況 柯文哲是不是也努力 希望這個氣保標成功 那趙少康努力的希望讓氣保成功 是不是也很難做到 我先跟大家報告 現在民眾黨柯文哲叫做 外竿中野竿 外竿中野竿 國民黨呢叫做外強中竿 兩邊是一模一樣的好不好 第一個先講柯文哲 哪有人登記完後的隔天 禮拜六喔 黃金周 登記完那個叫做投身炮 一定要打響喔 蕭美琴登記完第一個跑去花蓮嘛對不對 這最重要是蕭美琴我等一下講 因為我人也在花蓮 哪有人登記完第一天是沒有行程的 走走候選人跑到剩七十幾天沒有行程 我的行程都比他多 我的行程我不是講那個錄影的喔 我輔選的行程都比柯文的多 真的 我禮拜四啊 有四場輔選行程 從早上九點到晚 禮拜六有四場輔選行程 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 柯文哲沒有行程 所以這個東西喔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因為柯文哲叫做外竿中野竿嘛 所以說外竿 你看到他籃牌一分手後 大家就知道他完蛋了 他正打嘴砲 他沒有地方去 對不對 他整個民眾黨十一個候選人嘛對不對 真的沒地方去啊 我不是說提十一個候選人 有十一個人去喔 十一個候選人 大概只有兩個或三個有前半活動喔 秋成遠在綜合的服務處啊 二十幾天沒開張過 真的嗎 鐵門連拉都沒拉喔 沒臉都沒拉 七尾有爆啊 連拉都沒有拉喔 哎呦 你不要以為有提名人就有地方去喔 你辦招式我都沒 還沒 對不對 如果柯文哲提名 夜人之落賽 沒地方去嘛 因為他說現在還沒辦嘛對不對 他現在還在搞看板嘛對不對 欸 民進黨都辦了亂七八糟的耶 對啊 對不對 一定要好幾場一大堆嘛 一張好幾十萬耶 蛤 一張好幾十萬 那我怎麼樣 你不是有募嗎 你沒有募款嗎 沒有募到那麼多 怎麼這樣 歡迎募到這個專線 所以你看 這東西要打水標 打水標 所以我意思是說 柯文哲很慘嘛 就是這一排真的沒有形成嘛 難道你說一個總統候選人去站入口 還沒跟夜人之下 六點的揮手 還去菜市場發面子 不可能嘛 那柯文哲就真的沒有形成嘛 這柯文哲面臨到第一個慘況 叫做外乾中也乾 更慘的事情是他今天受訪 受訪他特別說 這個有一個美國的參議員 打給他 參議員的助理打給他 說他代表羅森伯格 所以希望讓柯文哲當副手 出價到兩億美金 他已經慘到 連這種不入流的故事都要拿出來講 真的 而且如果他去了我真的傻眼耶 不是這不就是個詐騙電話嗎 我天天接我照三餐來接 你看我們是什麼公司 有沒有投資 一年後發一百倍 好比綜合張價還誇張 這不是詐騙電話嗎 我講第一件事情 美國會希望藍白河 對啊 你把拜託接 你說國台辦就算了 美國還羅森伯格耶 美國三十幾天就給賴佩霞 放棄美國國籍的證明了 對 美國真的要借選的話 符合美國利益 怎麼會是藍白河 對不對 所以我給你兩億美金 你千萬不要當副手 對不對 這一塊 第二個你憑什麼值兩億美金啊 對啊 六十億台幣耶 兩億美金六十億台幣 你自己受訪說選總統也只要二十億 憑什麼嘛 你喬要喬六十億 對 第三件事情 如果真的柯文哲相信我 他智商是一五七還五十七 柯文哲一聽就知道詐騙電話嘛 那你幹嘛拿出來講 現在還把他拿出來講 你幹嘛拿出來講 因為沒得講 他沒東西講嘛 沒東西講 要講什麼東西 他沒得講嘛 他講這種我天天接詐騙的 我講句難聽一點 我來這邊上通告 我不要說我當總統 我領你們幾千塊 然後我講說我最近接一個 詐騙電話 你有沒有退我通告 是不會退 但是我把它剪掉 對啊 什麼玩意兒嘛 你選總統 你的理念咧 你的願景咧 你的藍圖咧 你的政見咧 你的方向咧 你如何整合白衣 沒有 我講我被詐騙故事給大家聽 什麼玩意兒嘛 你覺得我現在很慘嗎 外乾中也乾 一點肉咧 一樣 我講句難聽一點 我來這邊上通告 我不要說我當總統 我領你們幾千塊 然後我講說我最近接一個 詐騙電話 你有沒有退我通告 是不會退 但是我把它剪掉 對啊 什麼玩意兒嘛 你選總統 你的理念咧 你的願景咧 你的藍圖咧 你的政見咧 你的方向咧 你如何整合白衣 沒有 我講我被詐騙故事給大家聽 什麼玩意兒嘛 那客戶人家很慘嘛 外乾中也乾 一點肉咖一樣 這是國民黨 國民黨坦白講 是叫外強中乾 他看起來士氣是凝聚的 可是實際上裡面是虛的 我先跟大家講 趙紹康 這個正式出爐之後 國民黨正式變趙侯佩 趙侯佩 趙紹康是主 侯友宇是父 趙侯佩用台語唸 這個也吉利 趙侯佩這個組合 趙紹康確實搶進了風頭 比如說昨天趙紹康 跟侯友宇 去李彥秀的造勢場合的時候 侯友宇 因為我有計時 因為大家都有直播有跑 跑上面有time call 侯友宇在講兩分鐘就辭窮 辭窮 輪到趙紹康講 一講講十分鐘 哇 東馬西馬 東正西馬 講到什麼程度 講到下面的幕僚畫圈圈 一直畫圈圈 賣個狗 差不多 趙紹康賣到 太長了嘛 然後呢 提名第一天說什麼 我的七項政見 侯友宇都插我的 天啊 對不對 一副要反客為主的狀況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還先定調是趙侯佩 不是侯趙佩 這一塊 可是問題是呢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想問個簡單的問題 趙紹康真的想要贏嗎 他後路一個沒斷 他的主持棒只是請辭 對 請辭50天而已喔 對 然後他的 他的主持棒是請假 他的中廣董事長是不請辭 那法律沒規定我要請辭 對 法律沒規定你要請辭 可是去年選舉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立委 要拚總統 拚那個縣市長的時候 最後就說梁巴齒 直立委 背水一戰 對不對 對不對 趙紹康 我問你喔 趙紹康輸了後 他一條都沒損失 該主持主持 回去他當中廣董事長 董事長 然後呢 趙紹康輔選有誠意嗎 北北基陶我負責 那個中南部侯友宜負責 北北基陶他負責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他呢 如果開車的話 開車的話 他的這個原型啊 不超過一小時車程 是喔 北北基陶 最遠到桃園而已喔 對啊 北北基陶啊 台北開到桃園一個小時啊 沒毛病啊 我開林口三十分鐘啊 車程不超過一小時喔 然後呢 因為他現在是副總統對不對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各位魯蛇 可能沒有跟過真副總統行程 副總統是有那個管制的 對不對 他們那個喔 原本一小時車程可能四十分鐘喔 所以趙紹康要挑最涼的缺喔 北北基陶我負責 連苗栗他都不想去 苗栗都不想去 他上班時間車程最多四十五小時啊 好不好 所以趙紹康這東西 我坦白講 好那這沒關係 我解除他心態 我個人意見 可是有個是事實 趙紹康跟洪友以下總動員力 要對民眾黨開槍 殺到二十趴以下 他戰術上 戰略上是正確的 你看他們講吃同一塊大餅嘛 敲敲板嘛 民眾黨高 國民黨就低 民眾黨低 國民黨就高 這事實嘛 戰略上是正確 可戰術上完全沒辦法配合戰略嘛 徐曉星說情侶分手後 就不要藕斷失臉 那要不要維持良好關係 還是當這個恐怖情人 這不同的概念喔 你人跟人當然說不要當恐怖情人 對 可是政治上是要殺掉劍骨的啊 就像葉元智啊 葉元智為什麼不在柯文哲上面打XX 他剛剛講啊 會激怒柯粉啊 沒必要啊 對不對 他自己講的啊 我們是用尊重的態度去處理一下看 你畫三大猴子會比較好 沒有 還沒畫好 沒有 三大猴子是羞辱照照看 還沒畫好 是羞辱照照看 搞清楚誰歸誰 所以說 你看葉元智態度也是這樣 我就說他贊助鐵樂士啊 我說我甚至說 我幫你 我跟你一起上去 拍一個大叉 對啊 新聞一定更多嘛 對 對不對 而且你更堅決啊 沒錯 藍織者會覺得葉元智是有決心的啊 有Guts 要讚的啊 對 抱歉不要激怒 整個柯文哲 為什麼不要激怒 很簡單 我還認同提到葉元智嘛 我那時候說不要激怒 那不然你說 我是說 你不換插的原因是什麼 你看著上面講 沒有啊 因為不能可我們也很無奈 我們就把它處理好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就是用尊重的態度 尊重態度 為什麼 連徐曉昕都說 要逛得乾乾淨 你不要再支點 徐曉昕我這等一下再講 我們斷的乾淨 我們要斷的乾淨 我們要斷的乾淨 他們意思是什麼 因為他們選一對一嘛 他們要51%嘛 對 可惡文哲的票葉元智也要嘛 嗯 對不對 你上面當然有點水果 我選撒卡都啊 我把藍營的票拿到六七成 我就贏了嘛 對 所以我要站下去嘛 這要戰略的層面已經定調 可是戰術執行跟不上啊 沒錯 下面小基要51% 我怎麼跟你站 徐曉昕說要斷的乾乾淨淨 為什麼很簡單 羅志祥說要斷的乾乾淨淨 王洪輝說要等一下這樣 來 明天金老師開個記者會 旁邊坐三個人 徐曉昕 羅志祥王洪輝 來輪流把柯文哲罵一對 看你敢不敢 不敢嘛 但不敢是不是正確的 當然是正確我要選 我要選 我要選立委 對我什麼票都要啊 我贏 我才兩個人 我為什麼要跟你殺殺卡都 你都會知道 所以這最尷尬的部分 上面打殺卡都 下面打一對一 他會決定讓你戰略跟戰術不同調嘛 那種不同調的情況會怎麼辦 對 一種可能 上面說殺猴啊殺猴殺猴 結果就呂家凱跟江麗珍出來殺 因為這兩個不用選舉嘛 可是問題是這兩個殺的不痛嘛 所以猴說要殺柯對不對 柯民調一點都沒調 因為殺不痛 對不對 還不拜託學偉哥來當發言人 另外一種狀況是什麼呢 下面的人 一直眉來眼去 頭來暗去 比如說葉智剛就強調啊 可以參謀立委互相站台 意思是什麼 他就想約蔡壁爐嘛 因為蔡壁爐也代表一種味道嘛 也代表一種民眾黨來合的味道 就好像林菊姐為什麼他看板上面掛蔡壁爐 對齁可以約蔡壁爐齁 對不對 下面就要想這套吧 不過你小心喔 蔡壁爐最近有被柯粉罵喔 真的喔 沒關係嘛 那去約別的啦 像秋成員對不對 二十幾個都會開張 秋成員不可能啦 開張去想辦法 台中那邊有別的 對啊 那中和 國民黨有提名人 約來你啊 那不然你可以約一些 這個民眾黨前黨公啊 對不對 王盧毅啊 李友宜啊 李友宜啊 對啊 盧毅啊 對啊 但我的意思是 你就變成 上面要說要殺殺殺殺殺 衝出去旁邊沒人嘛 對不對 對 那種狀況之下 你要怎麼打這張仗 我打民進黨 你哪邊就在衝啊 你看所有民調民進黨 綠的牌都拿九成 你打我們要衝什麼 對不對 沒意義嘛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做 國民黨叫外強中干 為什麼叫外強中干 我外面說外強我要殺下去 你們是乾的嘛 跟不到人嘛 對不對 所以那國民黨又說 可是我真的殺下去 便宜到民進黨啊 對 便宜到民進黨 活該你們不合 整體想吃一條豆腐 就是這樣啊 所以說我覺得整個局啊 我自己在看啊 柯文哲外強中也乾 國民黨外強中乾 可是問題是這個局 如果繼續往下走 他們只有兩條路 就是耗到最後嘛 這一條路嘛 你會說打民進黨嘛 可是打民進黨 現在狀況那個什麼 打民進黨效果也不大嘛 因為該打的 你前面都打完了嘛 所以我覺得整個局 你說到大幅變動 我認為很難 這原因出現在 國民黨自己內部的決心不夠 所以侯友宜說 我解脫了 我現在心花躲躲開 這句話可能也說太早了 但是藍白分手呢 竟然很快的 這個效應是先反映在股價上 那這些類股的這個漲幅 是不是也代表著某種氛圍啊 敏寬 對於台灣來說的話 我們很多事情 就是要自己做決定 例如說在整個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對於民進黨 是比較不友善的 所以呢 所謂的中國旅遊的團進團出 幾乎上是沒得談 那已經說了明年可能要開放 現在又有所謂的限額 那我們來看喔 上個禮拜 最難看的一齣戲 叫武漢肺炎 還包了一個大大的一個飯店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lobby 那後面的藍白河破局了之後呢 今天的軍工股倒是非常非常好 但觀光股全部都哭了 旅行社這一波全島 飯店股航空股 這波也都消風當中 那我們要來談一件事情 這一波整個流量最大的 整個受益者出現了 葉元之先生 葉元之先生呢 他就很剛好的 做了一個砍棒喔 那那個砍棒呢 講句實在話 那個砍棒還挺重要的 因為那個砍棒位居要到 但是呢 葉元之這一波他敢讀 為什麼敢讀呢 兩個人已經合了 他就先all in 全部都縮上去了 結果縮上去之後呢 沒有想到兩個大佬之間擺不攏 然後他就是想說 要幹嘛要幹嘛的 單單在我們這個場子 你正好要贊助一千萬鐵勒士 我都想說一千萬鐵勒士 大家輪流上去噴 應該還蠻好玩的 結果這件事也不了了之 結果想不到真的拆了 真的拆了之後呢 變最大得力的 周伟航先幫他擦脂抹粉 哎呀那個葉元之 你出來給我講清楚 記者還跑去訪問 我葉元之這樣 每天都接受訪問 很爽的對不對 但葉元之先說 這一筆流量財變不了線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還是在想 葉元之能不能夠上立委吧 我還是希望我有個立委的兄弟 但是這一波來看的話 葉元之希望他多加油 好再來看卡其諾狂新聞 本來已經停更了 沒內容了對不對 結果因為整個藍白河 出現這個分手雷排 現在呢又出現了新的一個議題 但沒有想到呢 藍白河一完之後呢 今天大新聞就來了 我們現在看這個新聞 今天有一個盤面上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新聞 今天的竹科48家集體裁員 496人一系失業 這其中當中比較重要的是一家硬碟廠 那台灣講句實在話啦 台灣做硬碟已經划不來了 我們台灣目前的人力做硬碟的搖背 賣賣賣賣賣 那個都已經轉包到整個馬來西亞去做了 但這當中有貓膩 為什麼有貓膩呢 先來跟各位說 我們台灣目前分成竹科中科跟南科 南科管理處比較大 因為包括了五奈米三奈米都在南科嘛 那以竹科來說 目前管六個科學園區 目前旗下呢公司有上百間 總共管十七萬五千人 請各位注意喔 二零二二年 他們整個員工成長百分之六 接近萬人 二零二三年成長百分之二 大概成長了三千五百個人左右 目前還是在缺工的狀態 那四百九十六人相對去比較十七點五萬人 各位這個是正常的人員排序而已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頭條說 企業景氣不一樣 竹科大廠金船官場 各位要去注意這個問題喔 有人已經這個時候趁機 在做整個戒選的一個動作喔 但我們不神不說一件事情 台灣的經濟沒有像各位想像那麼好 我們這個要平心而論了 我們不能夠說整個民進黨就好棒棒 這個不能這樣講喔 因為我們談論到經濟一定要從中 講到整個正確的事實 這個是大家信任又齊最重要的原因嘛 好這個事實出來之後呢 有幾件事情要來跟各位談喔 之前美國不是一直在鎖 整個所謂的中國嗎 鎖你要從頭鎖 結果呢他現在鎖鎖一半 他鎖先進制成不鎖成熟制成 結果現在呢偉大不掉了 為什麼呢 現在中國的成熟制成 哇各位兩年後落馬七大月啊 怎麼說 兩年後成熟制成 他們現在從什麼電視啊 簡單的說二十八奈米上下的 他們通通都會做了 現在連手機的散熱喔 台灣只剩下兩三間廠有意義而已 所以台灣都往水冷這邊去走嘛 可是水冷這邊去走 那是一條非常難走的路喔 那我再問一件事情喔 什麼事情中國都學會了 以後我們台灣跟他拚 我們台灣的人工相對來說比較高 你拚得過他嗎 所以呢再說喔 台廠若不升級 未來兩年他的壓力會非常非常大 那你說不用談未來兩年喔 台積電今天想不到就開槍了 降價 降價 台積電先生跟各位談喔 台積電目前喔 到二零二四年的話 他會這麼走喔 他的先進制成大概會佔百分之五十七 他的成熟制成會佔百分之四十三 但我們一直跟各位說喔 做生意要大石頭小石頭都要有 為什麼呢 那個底部才會結實嘛 你如果通通是大石頭 哇看起來生意很做很大對不對 走一兩個客戶 哇你的整個波動會很大 這個是有所謂的密度的一個問題喔 那台積電現在成熟制成呢 明年他說要折兩趴 這個是目前台積電的一個架構 但比較大的一個結構在哪邊呢 在中部 中部 這一波日幣一路跌嘛 最近好多人都去日本玩 哇去日本玩 越玩越開心 為什麼台幣很好花 可是呢這一波呢 日幣一直跌 對台灣其實影響很大 喔怎麼說 工具機喔 全世界一級戰場的話 包括了德國 瑞士日本這個是一級嘛 我們台灣大概是在1.5級左右 那我們台灣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的價格呢 大概是在九成 但是我們的性價比差不多 那我問各位 日幣一直跌 台幣一直往上走 如果日本的產品 比你台灣的產品便宜 正常的外國廠商 他買日貨還是買台灣貨 他買日貨啊 他買日貨啊 所以我們來看喔 最近呢我們來看到 一到八月台灣工具機 主要出口廠商比重的過程當中 目前包括了金屬加工工具機 腳踏車跟汽車零件 今年是一路衰退 那今年一路衰退呢 我看到九月的數字 已經衰退十一趴了 已經衰退十一趴了 那衰退十一趴 這個是我們的非戰之最 但目前沒有解 沒有解藥為什麼 重點是日圓嘛 重點是月 好問題來了 這波全世界都在變了 那全世界都在變的過程當中呢 各企業現在都在轉型 那各企業都在轉型呢 人家這個叫窮則變變則通嘛 那你如果變不過去呢 變不過去有時候 整個企業會做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型的 我們來看這個宏基喔 宏基過去大家都知道他賣電腦 他賣的是很多的 包括了桌上型電腦啊 商用的等等都有喔 最近呢 甚至於他連遊戲都在賣了 他連3C製品他都在修了 那為什麼呢 要撐起這塊大船 那為什麼要撐起這塊大船呢 尤其我們前兩年有說到嗎 疫情之前呢 不是有一段時間 哇突然間機單出來嗎 然後到那時候呢 大家手機該買的 筆電該買的都買得差不多了 前兩年台灣包括了華碩 包括紅機 有所謂的存貨風暴 那這個存貨風暴到現在各位解決了沒有呢 短線還沒有解決 他的存貨相對還高 那存貨相對還高 現在還賣不掉 新的機種又要出來 為什麼呢 明年的AI機台又要出來了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大家要怎麼走 這都要來看的 但有人好就會有人笑 有人不好就會有人哭 同樣的道理 目前是內外兩樣情 我們剛好跟各位說 金屬加工工具機腳踏車很弱對不對 百貨公司滿滿都是人 百貨公司啦 餐飲啦量販啦 這一波的整個成長是非常非常的驚人喔 那尤其你知道這一波最恐怖是在哪邊 你知道嗎 美式賣場 美式賣場上個禮拜這個叫黑五 黑五就是黑色星期五嘛 為什麼呢 感恩節 感恩節這次呢 出來呢 他們也很有誠意喔 電視呢 八九萬塊的 一口氣降兩三萬 然後那個家電喔 一次都降兩 兩折到三折以上喔 整個全部通通都破盤啊 滿滿的都是人 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 當然台灣的企業是幾家歡樂 幾家愁 未來的政治一定我們 民主政治嘛 一定會選出我們台灣 未來的一個總統走向來 但重點是在於 目前這一波很多的事情 你要來小心 為什麼要很多小心呢 訊息出來 你要小心的看 因為很多人會在中間大做手腳 例如說像這則訊息 四百九十六人一期失業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找到工作 但那個是正常的所謂的磨合狀況 各位一個園區十幾萬人 幾百個人有一些出入 這個都是正常現象 好另外我還是要來看喔 藍白破局之後呢 這個效應是不是持續擴大 那最近呢也有人在討論 到底誰才罪傷 現在看起來呢 藍白破局之後 反而是白銀那一步起內訌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國民黨呢 在甩掉柯文哲之後呢 現在似乎呢是 持續的趕盡殺絕嗎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了嘛 趙少康已經開始操作棄保了嘛 他甚至呢跟這個支持者喊話 說柯文哲當選機率很低啦 所以呢希望柯文哲的支持者 轉而支持我們 這樣才能下加民進黨喔 結果這番話呢 惹怒了柯粉喔 柯粉立刻在PTT回擊 說菲蘭選民聽到造的論點 會覺得公三什麼 然後意思就是說 你在說什麼東西啊 然後呢這個 不過也有網友回酸啦 說柯粉到底是有多怕柯B被棄保啊 今天類似這種這個文章 已經出現第幾篇了呢 那柯文哲則說呢 藍綠一起打我 沒關係 皮球打得越用力 反彈越強勁 在野目前還是我的看好度最高啊 但是呢怪就怪的 不只藍營喔 現在綠局也圍攻柯文哲嗎 好我們看到了 民進黨現在三隻母雞呢 這個領軍出擊啦 那蔡英文總統呢 在台上的時候 他就這個大酸藍白河 說要選的總統得對國際守承諾呢 不能輕諾寡信啊 因為總統副總統都是國家門面啊 賴清德也說 我們絕對不會走依賴中國的回頭路 而且呢大罵藍白河 是為了政黨利益來分配權力喔 可是呢現在連親民黨主席 宋楚瑜都打科了嗎 這個宋楚瑜呢 這個也表達對於柯文哲誠信的不信任 他說啊柯文哲不是說 要跟財團劃清界線嗎 結果怎麼這個人講話好像都不算話呢 好那這個 講完之後呢我們就看到 現在藍白破局了 誰是最大戰犯呢 很多的矛頭都指向黃珊珊 所以呢柯文哲也被逼到出來說話 說不必要讓黃珊珊一個人承擔罪名吧 好柯文哲要挺他的結果 會不會引爆民眾黨的退黨潮呢 有人已經開了第一槍喔 這個是這個民眾黨前議員候選人 徐宥申 他就說越了解柯文哲你就會越失望 他說黃珊珊求援兼裁判 竟然列部分區第一名 黃國昌入部分區也不合黨內的規則 吳欣營還特權地捕立委 然後又無預警的成為副總統的參選人 所以這樣的民眾黨他不呆了 他宣布退出民眾黨 那後續會不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響應呢 好另外呢我們就來看 現在無論如何沙喀都 這個正副總統的候選人呢 藍綠白的這個正副總統候選人 都已經就戰鬥的位置了 我們就來看這個民進黨的部分 蕭美琴一般認為都會幫賴清德加分 所以呢國民黨就炮打蕭美琴 譏諷蕭美琴說蕭美琴恐怕會成為深功怨婦 蕭美琴大氣回應喔 如果所謂的深功可以讓我低調的多做事 少說話那我也願意啊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國民黨的副手趙少康 趙少康的話就超級多的 剛剛鄭浩也提到了 話多到比侯友宜這個要選總統的人還多 還被底下的人話圈圈說趕快結束吧 這個是我們來看11月26號 侯趙兩個人去幫這個立委的參選人 對不起現在是候選人了 李彥秀來站台喔 結果在接受媒體聯訪的時候 被問到兩岸關係跟藍白淨和 趙少康竟然講得比侯友宜還多 還搶著回答問題耶 所以幕僚看苗頭不對啊 這個有點反客為主了 所以平平手畫圈圈暗示 快講完快講完快點結束吧 那甚至呢這個趙少康可能太久沒選舉了 是太緊張了呢還是累了呢 在這個國民黨這個黨慶上他竟然講 明年的選舉票投民進黨就對了 好然後台下的人一陣錯愕啊 好那民眾黨的吳欣穎呢 好這個因為這個柯文哲 這兩天在出席場青年的這個論壇的時候呢 他講男人去酒店是為了公事 不是為了娛樂嘛 那週末為什麼要回家呢 是因為要裝好男人喔 所以呢外界又認為柯文哲又失言了 那就去問這個副手吳欣穎 吳欣穎怎麼說 他說哎呦柯文哲常常會失言啊 不用挖這個洞給我跳啦 相關的問題你們應該去問陳佩琪啊 好那這樣的這個副手人選 能不能夠幫這個柯文哲加分呢 好當然呢這個現在已經進入 撒卡都的正式對決了 那這個藍白在確定分手之後 分手之前其實台灣民意基金會 做了一個民調 是在11月19到21號做的 當時民眾黨的柯文哲31.9% 還贏過賴清德的29.2% 侯友宜是最後一名喔 離前面兩個差距還蠻大的 只有23.6% 當然還是要強調 不同的民調不能類比啦 但是今天所出爐的這個 幾項民調裡面呢 確實柯文哲都有往下掉 那反而是侯友宜往上升了 那我們來看 近新聞的民調 就是在藍白破局之後 11月23到24號所做的民調 賴消配是30.5% 但是我們看到呢 侯康配已經衝到了28.7% 跟這個賴消配呢 這個只差1.8% 那反而是柯銀配喔 那現在的民眾黨只剩下22.1% 不要說賴清德了 連這個侯康配都差了 大概有六個百分點左右啦 那就請教這個證號啦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不只是這個國民黨 現在連親民黨主席宋淑儀都出手了 針對的就是柯文哲的誠信問題嘛 但柯文哲講啊 沒關係你們越多人打我 皮球打得越用力 反彈會越強啦 真的是這樣嗎 你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當然這個副手都已經出爐了 那今年的副手 讓大家感覺不太一樣 副手還挺詳細的 在這個週末 對這個先講副手嘛 副手先講民眾黨好了 民眾黨這個吳欣贏 對不對 他真的有心想要贏嗎 要確定的 該不會是真心贏 當副手會比較好一點嗎 我的狀況是 真心贏 那個郭台銘也沒有選 對就是因為真心贏 沒辦法配合只要找吳欣 好不好 我先這樣講好了 這個吳欣很多人都說 我是這個什麼民眾黨黑啦 剋黑啦 說對我對民眾黨都太 太柯克啦 太柯薄啦 所以我今天評論吳欣贏 吳欣贏 我都用這個 柯文哲講過的話 柯文哲講過的話 第一個 這個柯文哲曾經說過 第一流的人才是醫學院 第二流的人才是小弟我 小弟我是念這個工學院 第三流的人才是念法律跟經濟 你們都念經濟嗎 對 三流 第四流的人才呢 是政治 第五流的人才呢 是文學 那藝人之因為教育跟文學 是差不多比較靠近的 所以藝人之屬於第五流的人才 但是沒關係 吳欣贏是不入流的人才 吳欣贏就對了 藝術的 藝術對手叫做不入流啦 吳欣贏在柯文哲心目中 是不入流的人才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柯文哲曾經說 應該是這樣講 第二件事情呢 在柯文哲心目中的度量衡單位 吳欣贏的水準 吳欣贏的能力 大概就是五分之一個黃國昌不到 這不是我講的喔 在柯文哲自己講的喔 對 民眾黨五個不分區立委加起來 都輸給一個黃國昌 吳欣贏就是五個不分區立委之一嘛 對不對 所以五分之一黃國昌不到 所以柯文哲我講去難聽一點 打從心裡他就瞧不起吳欣贏嘛 欸 星光大公主耶 我講白了喔 在他惹怒郭台銘之前 他打從心裡都瞧不起吳欣贏嘛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否則他只會說五個比不上一個黃國昌 是啊 怎麼會之前不是針對吳欣贏 可是他的科系他就有偏見嘛 對不對 所以吳欣贏是拉夫過來的嘛 那吳欣贏是拉夫過來的時候的四缺一嘛 缺二缺一缺你一個把他叫過來嘛 那把你叫過來的時候呢我就問 吳欣贏有從政過 就兩年立委他做了什麼事有人知道嗎 我不要講立法喔 我知道立法很難喔 有沒有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執行 沒有 零 所以吳欣贏今天說 不要這樣子 不要說我是為了一位錢 人的價值不能只用錢來衡量 對不對 愛國心不能用錢來衡量 對 但是你除了錢 你還能衡量什麼 我講句很現實的嘛 對不對 他 大家誰不是從助理開始幹起 對 議員有沒有干過助理 有嘛 我也干過助理嘛 對不對 然後選議員 一屆兩屆 現在選立委 對不對 立委可能選一次兩次三次 好我們會過關 對不對 吳欣一出道就當立委 立委當 立委一次就過關 不要選議 講話語弊就剩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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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出道就當立委 對 一當立委 當兩年就當副總統候選人 哇 他憑什麼 我講句難聽一點 我不要跟蕭美琴比 跟蕭美琴比 是侮辱蕭美琴 趙沙康混多久 1994年在那邊 中華民國要完蛋了 混到現在你看看 還在完蛋啊 對不對 但是他一樣 欸媒體啊 戰鬥欄啊 趙沙康搞多久 那我就會 還是你吳欣一天中英才 比蕭美琴 比趙少康 比賴清德 比蕭萬常 比陳建仁 都厲害 你一出道就當副總統 不要騙人嘛 我覺得真的很務實的嘛 賴清德也是啊 立委 市長 行政院長 副總統啊 吳敦毅 難道不是立委 高雄市長 南投市長 行政院長 副總統嗎 蕭晃常 不是一路栽培的文官嗎 換人當副總統嗎 你都會更不用講 年代久遠 我不記得 但我知道他搞很久 尤其是你沒話說嘛 哪一個副總統 像吳欣一一樣 沒有啦 這一塊 再來呢 講國民黨的副總統 侯友宜嘛 侯友宜的缺點 侯友宜的缺點 話少 話少 老師 那跳過 這優點 可是事實上 我看到狀況 民進黨也去整隊 可是柯文哲的副手 是沒有辦法協助柯文哲的 而侯友宜的 戰手叫做趙少康 我覺得他空戰很猛 他是一個對的選項 可是最後選舉會不會歪了 坦白講我們可以觀察 不過這個學偉 我覺得在副手的角度來看 蕭美琦呢 會實質地幫賴清德加分 這是大家普遍的看法 那當然這個趙少康的這個加入 能不能夠幫這個侯友宜加分 不知道 可是在藍白分手過後 確實感受到 國民黨內部的這個士氣 是這個高漲的 為什麼因為支持者的怒氣 但是問題就在於柯文哲陣營 現在柯陣營最大的危機在哪裡 在他們內部的內訌 那這個到底會不會反映 在未來民調上 因為你看 現在內部的人 連內部據說都有不少人 在責怪航山山 是藍白破局的這個最大戰犯 而且呢 這個甚至呢 還有這個民眾黨的 支持者或者是前議員候選 都已經開了第一槍 然後退出民眾黨 還逼到柯文哲出來 說不必要讓黃珊 不必要讓黃珊珊一個人承擔罪名 什麼意思 黨內就是有人認為 都是你黃珊珊在主導嘛 那所以你怎麼看 民眾黨這個內訌會不會越來越大 那如果這個裂痕越來越大的話 那對柯文哲來講 將來就是未來這個 剩下五十幾天的時間 他怎麼這個總統的路 繼續走下去 所以你評估 那未來這個藍綠白 他們這個的情勢 會變成什麼樣 我覺得 有一句話叫做樹倒狐身散 現在是樹看起來快要倒了 已經有狐身在跳了 真的如果接下來 柯文哲這個民眾黨這棵大樹 如果慢慢倒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不倒才怪 走得好像播了我沒在騙 柯文哲有倒了嗎 你看起來這兩天 哪有人家宣布副手 已經登記完之後 兩天在家復旦 有啦 還有去參加一場青年座談 那個仲青開獎 又被人家被人家狡到爆了 對不對 而且你看 你看這個蔡壁如有沒有 蔡壁如這個很明顯 他現在是幾乎等於 參加國民黨的活動 蔡壁如跟了柯文哲二十幾年 問題是二十幾年 柯文哲怎麼對待他的 對不對 動不動就開口罵他 什麼出氣 什麼出氣 當作出氣包而已嘛 所以你跟著柯文哲這個人的話 他覺得他是賞你口飯吃的 他把你當奴役耶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蔡壁如 常常被柯文哲罵 而且罵得都很嚴重 所以你看 就失寵了啦 也不要說失寵 他現在在台中得到的溫暖 他從盧秀燕那邊得到的溫暖 比柯文哲多太多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今天上午還參加那個 還是國民黨中央 中央 中央黨部的活動 對不對 他跟其他的立委參選人 幾乎跟國民黨連成一致了嘛 而且他承認喔 我去沒有跟民眾黨報備喔 對啊 在幹嘛去跟他報備 反正那個柯文哲他也不一定會那個 可是他有講 我還是支持柯文哲啊 支持柯文哲是現在 你不能跟他講你背骨 對不對 他怎麼會辨識而已 這算是一個大禁忌啊 可是你看他 除了參加黨中央的活動之外 你看他今天還跟那個 國民黨黨團出來開記者會呢 指責那個台中市的議員 民進黨議員那個什麼 那個蔡什麼 蔡賢傑 蔡耀傑有沒有 指亂中契你看 他開黨團記者會的話 竟然是坐在國民黨的黨的那個 那個參選人的中間 所以我就跟你講他幾乎就已經是 是那個 他坐在中間的位置 很禮遇他耶 對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你看 他得到的溫暖這麼多 我是研判啦 蔡壁圖早晚退黨 這樣喔 如果沒有退黨的話 我看他也會被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誰 蔡壁如退黨不得了 跟了柯文哲二十幾年啊 民眾黨可以雙重黨籍 可以啊 民眾黨可以雙重黨籍 我不知道啊 這異散說的 但是國民黨不知道 可不可以接受雙重黨籍 等一下好好問一下異散 那我就覺得說你看 柯文哲講的這些東西的話 他從私言啊 還有對待人的關係 我就覺得 像他今天又講那個 酒店那個有沒有 疫情期間 八大行業生意比較不好 所以他說 看了大數據喔 他的結論是什麼 他說男人到酒店談生意 對不對 禮拜六禮拜天 就回家當好男人這樣 所以他說在酒店 是大部分都在談生意耶 對不對 那你覺得 李正浩有這麼多生意 可以談嗎 對啊 你騙人家笑耶 你跟人家講說大數據 我的看數據 不如實地採訪啦 我們這個常常跑 以前啦 以前啦 以前的 常常跑酒店的有沒有 這幾乎常常在酒店 還喝到醉在那邊 睡在那裡 你們是為了工作啦 對啊 我也沒有看到有一個人 在那邊談生意 談成的 你正小的嘛對不對 去那邊都玩吹牛 玩什麼東西對不對 怎麼會去那邊談生意 所以我就跟你講 好啦我是覺得 你真的等一下 柯文哲真的 不要每次老住講說你的科學 你的科學 是你的科學啦 不是現實生活裡面的科學啦 對不對 你要找科學 你要問我們這種 有經驗的嘛 你看過有誰 在酒店談生意的啦 真小的 那小姐到旁邊 一進去坐下來 你有那個才學 那個臺背不用錢 他就趕快要灌椅酒啦 對不對 你趕開體驚 God os用後來 哪有時間讓你在那品牌生意 不可能啦 所以而且你看 難怪柯文哲這麼容易被騙 国民党社局叫我跳进去 我真的跳进去被骗 还有两亿美金那种笑话 你也相信 国民党全部都在 抬肉去买也没两亿美金 还有你看人家去问吴欣 吴欣宴他还承认 主席常常失言 那你这种人怎么当总统 你还去当他的副手 你知道他常常失言 你还当他副手 另外一个他说 这种问题应该问陈佩琪 对不对 你看他甩锅甩得多快 今天被人家讲 人家讲你也副手搭档 是这样说 柯文哲还回什么你知道吗 他最新的回应是说 没关系 也许大家不喜欢听太直接的话 你到现在还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种人的一头栽进去 不知道他栽什么 他如果把国家 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 他还是没有办法悔改 一头栽进去 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跟你讲 柯文哲真的 不要当时摸摸摸 我会回应一下 刚才前面 那个郑浩 我还有其他来宾讲的 你看你说赵绍康上来 赵绍康好不好 我是觉得赵绍康跟萧美群比起来 我那天也分析过 萧美群他有他的专业定位在哪里 这个专业定位是确实是可以加分 在外交上面的话 或者以前副总统都说 都点点不要说话 可是他可以提供专业建议 因为外交本来就是总统的 那个职权 所以萧美群在这个方面 或许他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或什么建言或怎么样 那可是你说赵绍康 赵绍康专业在哪里 宣传现在是在专业 专业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看 现在赴 刚才一生还讲说 副手很抢戏的 我们这个上面讲 副手抢戏 副手当然要抢戏 我要怎么样帮我的组织加分 而且你看 刚出炉的总会热一下子 所以赵绍康让他现在讲几句话 也没关系 多讲几句 热一下子而已 接下来不要这样 赵绍康有讲 我不会当沉默的副手人选 你如果不沉默 你可以 一路缩到一月十三号 不可能 他如果画龙点睛 或者锦上添花 那还可以 其实国民党现在这几天 已经开始针对很多议题 两个人已经开始在协调 因为他们要统整出一个统一口径 你不能说你赵绍康 像自走炮 系列的乱串 真的 我的侯友宜政見都听我的 对 侯友宜好不容易才把外面的摆平 国民党已经团结 好不容易心花朵朵开了 你又找一个在后面 又不小心刨 又撞到 不然吃烂 所以跟你讲 那不大可能 像肖美琴刚上来 他也是接受很多电视台专访 对啊 就是热一下子 就热一下 就看接下来 你会热多久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义战 所以柯文哲才会讲说 我到现在 我还没有放弃蓝白核 只是合作的核 变成和谐的核 那当然接下来 我们看到这个 大家都就战斗位置之后 你怎么看 这个未来蓝绿 他们会打什么样的一个战略 尤其是在国民党这个部分 因为有人讲 你把柯文哲打得很低的时候 像这个吴静怡不是就说吗 你把柯文哲打到最低的时候 对于绿营来讲 他就建议这个时候 赶快去把那些 这个年轻票挖回来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国民党未必会占便宜 那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民众党的部分 还有个大危机 就是万万没想到 蓝白分手之后 现在竟然变成白银内部闹分裂 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对柯文哲 民众党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接下来因为进入到立委选 在叶元局就知道 虽然他没有钱办场子 他还是得办场子 KMT男团都出来了 侯友宜 韩国瑜加赵少康 KMT男团会到处去辅选 这是国民党会布出来的局 民进党呢 民进党有肖美琴 有赖清德 还有蔡英文总统 这个已经开始做 所谓的阵地战辅选动员的时候 柯文哲却在家里蹲 所以六日这个黄金周末日 结果柯文哲加里蹲台南跟花莲 蓝绿就对决起来嘛 大家就会开始关注所谓的蓝绿对决 这个是第一个 柯文哲因为打入了立委的阵地战的时候 他就会逐步的被边缘化 因为资源跟人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内部斗争的问题嘛 内部斗争 柯文哲所谓的民众党 其实有四大派系嘛 我之前分析过 第一个派系叫做高宏安 第二个黄珊珊的亲民党系统 蔡壁如系统跟柯妈妈 所谓的柯家军 柯文哲自己的系统嘛 那高宏安系统郭董这一次 没有提名任何不分区的立委 也就是说郭董对于民众党的支持 其实这次不参选之后 其实已经完全撤手 高宏安更是因为 他的自己的官司问题 所以现在被民众党停权嘛 所以高宏安对于民众党来讲 影响力也视为蔡壁如 更不用说蔡壁如 他本来是要在今年在中正忘华 他一直期待的是说 我在台北市 因为他毕竟在台北市政府待那么久 他在台北市的人脉关系是比较好的 他是希望能够在中正忘华选 结果谁提名了黄珊珊 黄珊珊提名了于美人 这个五党籍在中正忘华选嘛 所以蔡壁如跟黄珊珊 在柯文哲的权力禁逐之中 就失去了弱势嘛 所以他才跑到了台中嘛 所以黄珊珊这一次是为什么说 国民党把黄珊珊当成战犯 其实黄珊珊的亲民党系统 已经大部分掌握了所谓的民众党的相关的权力资源 剩下柯妈妈跟柯文哲可以去制衡他嘛 所以柯文哲为什么提名黄国昌 未来在立法院就很精彩了 他就是要拿黄国昌一个打五个的去打你黄珊珊嘛 这是柯文哲一个权力布局的平衡关系 而这个平衡关系在这次的选战 柯文哲的势力或者是声势逐渐下滑的情况下 内部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矛盾跟斗争 其实黄珊珊的亲民党系统 已经大部分掌握了所谓的民众党的相关的权力资源 剩下柯妈妈跟柯文哲可以去制衡他嘛 所以柯文哲为什么提名黄国昌 未来在立法院就很精彩了 他就是要拿黄国昌一个打五个的去打你黄珊珊嘛 这是柯文哲一个权力布局的平衡关系 而这个平衡关系在这次的选战 柯文哲的势力或者是声势逐渐下滑的情况下 内部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矛盾跟斗争 大家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去看徐又生的脸书 就已经点出了为什么黄珊珊 你们可以做部分区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嘛 因为你们有战力应该去区域选嘛 还有一个叫做吴欣盈嘛 吴欣盈其实民众党的所谓的过去的部分区立委 现在都在选区选哦 张其路也好啦 或者是或者是那个邱成远也好 都跑到了选区选赖湘宁也跑到台湾也选 其实他们部分区立委的规定是要先选过区域的 结果有一个人直升电梯嘛 搭电梯直接当副总统嘛 谁就是吴欣盈嘛 那吴欣盈为什么要让他当副总统的人选 很简单人跟资源嘛 因为星光无家嘛 所以所以所以宋楚瑜才质疑说 你柯文哲跟财团的关系 你过去不是说要切割吗 你为什么切割不干净嘛 所以今天柯文哲在专访里面提到了说 吴欣盈是有钱人不算财团 有钱人可以做副总统 丁学伟也可以做你副总统 他说他是有钱人 有钱人不算财团 拜托我要跟柯文哲讲 你去Google一下星光无家 他说星光金因为已经所谓的经营权转移 所以他不算财团 星光无家不止星光金 不止星光人寿 他们旗下有百货保险医疗保全 纺织营照连瓦斯都有 连瓦斯都有 你说他们不是财团 即使他们现在丧失了星光金的经营权 他家还是一堆公司 有一堆的人在帮星光无家在做事嘛 这些就是票 星光无家的资源 台湾五大家族 他怎么可能没有办法金援给客问者 所以他要的就是钱跟人嘛 所以提名这个副总统 为什么其他人做了四年的立委 都只能下去选区选立委 星光无家无心仪可以马上做副总统 讲白点就是钱跟人的问题嘛 所以柯文哲不要再讲说 星光无家你提名这个副总统的目的 你提名这个副总统就是为了资源 所以回过头来讲说 柯文哲人设崩坏嘛 那天侯友营拿简讯给他 念了简讯 就是质疑你公开透明 跟信守承诺 包含今天蔡英文讲说 我们做一个国家领导者 不能轻诺寡信嘛 没错 你明明答应人家简讯说 我可不可以念 我可不可以念 结果说可以 马上你五秒钟就说 我们不行 我虽然答应你 但是你不能念 你是特意 你们两个吵架 跟我们名嘴有什么关系 真的 我们名嘴都比你们有水准好不好 没有像你那么随时收回来的 随时轻诺寡信的 随时背叛承诺的 当场上演反反复复 对 当场就上演反反复复嘛 所以所谓的蓝白和周四那场会面 其实柯文哲的人设被侯友宜戳破嘛 他不是皮球 不是压了会弹起来的 他是泡沫 一戳就破的泡沫 所以柯文哲的人设 是被戳破的皮球 第三个问题 柯文哲的人设崩坏了嘛 人设崩坏再加上他这只嘴巴 他随时都可能出事嘛 讲说男人上酒店是为了公事 麻烦了来 讲说男人上酒店是为了公事 这件事情 大概所有上酒店的男人都会谢谢柯文哲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票没关系 因为所有的女性的选票 所有的这些上酒店男人的老婆 全部跑光嘛 因为谁都知道 无心意就回答得很好 这一题要问陈佩琪 柯文哲常常把自己的经验 变成是大家经验 我说真的很多人都不上酒家 很多人谈公事都上咖啡厅 只有柯文哲你讲说上酒家 是为了谈公事 是不是你用你个人的经验 把它算成全台湾人民的经验 这个是很不礼貌的 做一个总统候选人 讲这样的话 到底适不适格 所有的妇女选票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流失嘛 所以最后我们回到民调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近的民调 其实大家盖牌就好 因为参考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蓝白盒才刚结束 副手人选才产生 所以他这个效应还在 我说有一堆看那种 有些其实绿营 很讨厌柯文哲的都支持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在民调的期间 这阵子的民调期间 侯友宜都会相对来偏高 但是一个礼拜之后 就会回归正常嘛 绿营可能就会回归 第二个就是副手的加分的效应 其实还没有完全展现 大家看一下TPPS 今天的最新民调 他谈了所谓的喜好度的问题 你看喜好度最高的是肖美琴 赵少康只有三十八 不喜好度的是四十七八 所以未来副手 其实很精彩 是赵少康的不喜好度 去对决肖美琴的喜好度 而且你知道吗 而且这还是TPPS做的 赵少康在哪里主持节目啊 对啊是你自己的台都说你不喜好度 还是最高的四十七八 那吴欣宜呢不存在 他只对柯文哲有帮助 就是钱跟资源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不认识吴欣宜 但是喜好度跟不喜好度 刚好是肖美琴四成四 赵客汤四成七的不小喜好度 所以未来副手对于赖清德 对于侯友的加分 就从这份的喜好度跟不喜好度 就可以很明显的去区别开来嘛 那蓝绿各自归对的情况下 肖美琴如何把八百一十七万张的 蔡英文选票 现在客观赖清德只拿到了 大概约七成左右 他可以把他用这样的喜好度 拉高到所谓的八成的蔡英文 八一七选票 那韩国瑜呢 其实赵少康是可以透过 所谓的仇恨动员 这个不喜好度 其实叫仇恨动员 仇恨动员的方式 去巩固所谓的韩国瑜 当初五百五十万张的选票嘛 所以未来的民调 我觉得蓝绿会不断的上升 但是柯文哲会不断的被边缘化 哦但是就行到原汁了 可是当然这个 也有人有这样的说法了 说柯文哲 其实他的这个年轻票 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 是很难撼动的了 那就你的观察呢 那现在这个国民党 对于柯文哲 到底是要把他打趴到二十趴以下 还是像学伟说的 建议这个还是不要打柯文哲 把柯文哲边缘化 打赖就好了 那当然这个就你的观察 你说你发现最近这个 民调上升是有道理 因为刚刚这个易善讲 很多因为这个民进党支持者 很讨厌柯文哲 所以就去说我支持侯友宜嘛 那你说现在其实国民党 很多支持者 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真的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我刚才有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当然是 打赖不打磕啦 因为到时候如果要气饱的话 我们也不希望让民众党 觉得我们讨厌嘛 总是希望他们可以支持一个 会赢的一组候选人 所以打赖不打磕 那自然而然 我觉得不用去打磕 国民党跟民众党民调 也会产生一个差距啦 我觉得会拉开啦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呈现状况 就是团结的国民党 对上分裂的民众党嘛 你看 你也觉得可以看好戏是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团结起来了 就你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们蓝军的士气 其实凝聚得非常快 从礼拜五 礼拜四那个那一出军越大战 战完之后 礼拜五忙提名赵浩康 整个我们气势就回来了 现在国民党大家说呢 赵浩康仇恨度最高 没有那个是对一般人来讲 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是士气大政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团体战 现在有一个新名称叫做 TMT男团好不好 请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那个有我们铁汉会做事的人 侯友宜领军 好那大家批评他说 你只会做事你不会说话 没有关系 我们有会说话的赵浙康 人眼敢战 然后另外呢 也有非常接地气 魅力无法党韩国瑜 这一组人站出来 哇大家会觉得这太团结了 那这个团结不是我讲 人家会说 不过我怕你拿太久 观众跑光了 他说你拍马屁 你跟他们都有关系 不是我在讲好不好 连最讨厌朱立伦的人 谁呢 刘家昌都主动发文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刘家昌讲的 刘家昌说 周末聚会 一堆本来对国民党失望 不想投票的蓝营朋友 全部归对了 他讲的哦 而且他后面呢 大出我的意料 他说朱主席 我们看到你的大肚了 为了中华民国 你再走一步就完美了 会历史留名的 他还去称赞朱立伦 他觉得朱立伦 怎么回事啊 能够 长半年要吃吃鸡 他就能够把这两个 抠到团队里面 不得了 其实我们内部 真的是这种感觉 就是最近对国民党来说 比较好的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韩国瑜愿意 接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第二件事情就招抗认 副首的候选人 这个对我们来说 这个士气其实提振蛮多的 包括我自己都有感觉 尤其我之前 前一段时间去市场拜票 去路上 如果遇到我们蓝营的支持者 多半都是比较愁眉苦脸 然后跟我讲就是说 原来是你们国民党 到底怎么样 然后有的人就说 不要在蓝白盒了 有的人说一定要蓝白盒 亏你还念博士的 还在蓝白盒 对对对对 被骂嘛 我之前有讲过嘛 就是一直纠结在这个事情上面 都愁眉苦脸 那我礼拜六 礼拜天去市场 都不一样 都比赞的变多了 然后说加油 一定要把民党拉下来 我说没问题交给我 大家就是士气很高昂 确定要交给你 板桥很久没有国民党立委了 就靠叶元支插旗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我自己的感受 都是觉得这个气势 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气势是感觉不太一样 然后那民众党的部分 民众党我觉得刚好相反 民众党其实他 最近遇到一些事情是我们四年前经历的 比如说第一个 大家记不记得四年前 国民党曾经因为不分区的名单内乱 那时候有很多我们国民党的小 那时候还不叫小鸡 就是我们公职人员或党部的人员 为了不分区名单 到党部去抗议 静坐熬夜的 有没有 当时我们有做过民调 因为不分区名单 在选举的那些候选人 大概平均掉5%的支持度左右 包括总统候选人也大概掉5%支持度左右 那个是四年前 这一次呢 国民党的不分区好不好 我们是认为不错了 当然其他人可能见仁见智 那可是民众党 大家多半是觉得不好吧 特别是黄珊珊把自己排到第一名 黄珊珊曾经在接受馆长直播访问的时候 她说她不会把自己排到不分区第一名 还第一名哪里不好 把自己排第一名 她自己说她不会排她不会在第一名 她说就算我去当不分区 我也是特殊功能 比如说把我排在11 12 13吹票 其实我是不知道黄珊珊可以吹什么票 但是她是这样子讲的 这个第几名 这个第一名呢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是很好的嘛 你说韓国瑜是很好的 韓国瑜是好的嘛 韓国瑜第一名就可以 韓国瑜也不是自己排的嘛 黄珊珊就不行 黄珊珊自己把自己 就像吴敦宜那时候把自己排到第四名 被人家骂一样嘛 那黄珊珊被排到第一名之后 那加上为什么 因为现在黄珊珊仇恨值高 其实我相信民众党很多其他人 对黄珊珊反感是来自于哪里 对于他破坏蓝白河啦 因为破坏蓝白河的话 黄珊珊你自己有 对啊你把自己排到第一名啊 你有立委可以做啊 未来你有可能 比如说白绿河啊白蓝河啊 你可以变成副院长有机会啊 然后甚至于柯文哲没选上 如果辞职的话你是主席啊 你什么都有啊 那民众党你有什么 民众党柯文哲可能明年变成 什么都没有啊 民众党本来蓝白河 可能有行政资源 现在也没有啊 那全部都成就你黄珊珊一个人啊 那你说民众党 那时候民众党里面的那些战狼小姐姐 声音也很大声耶 是啊 可是说蓝白河明明民众党内部就反对蓝白河 所以当你现在讲的民众党想要蓝白河 所以战狼小姐姐们没有说话嘛 但是现在有很多其他人就出来讲话啦 有一些比较希望蓝白河的人 当然会有一种声音嘛 你说踹壁路吗 我觉得有声音嘛 有声音就会让大家觉得你们不团结嘛 那还有就是刚刚逸三哥讲我就不重复了 就是说民众党里面有一些系统的问题嘛 那黄珊珊现在独大所以也会有很多人出来跟他不满嘛 那所以这些都是民众党会让大家感觉说 你们会不会慢慢比较不团结 那接下来靠什么呢 接下来他们又没有组织 他就靠柯文哲不断的接受媒体专访 抛议题用这种方式去 好啦对我觉得柯文哲的声不容易被边缘化 因为他会每天出现在媒体前面 他会一直有声量 可是就成如你知道我所讲的 就是他讲的东西会越来 为了吸睛就会越来越 让他觉得说你怎么 这个东西这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会觉得 这个也拿出来讲 那能不能维持那个热度 让中间选民认为说 你是真的有心在选 你是选真的 那包括吴欣盈当副手 我相信他们内部的人 可能也会觉得说你凭什么 你除了有钱之外 你有比其他很优秀吗 我觉得他们内部可能也会这样觉得 吴欣盈的回应也很奇怪 吴欣盈的回应是说 你不能因为我有钱 就质疑我爱国心啊 可是没有人质疑他的爱国心好不好 我们都不会去执行爱国心 人家质疑说 你有没有做好被位元首的准备嘛 今天如果说柯文哲 不能试试 我们是主要他 我是说这个 因为副总统 副总统就是被位元首 手机找不到 手机找不到 手机找不到的话 OK 那吴欣盈忽然间接任总统 忽然间接任总统 那大家会觉得很适当吗 吴欣要赢了还会接总统 对对嘛所以嘛 所以嘛他这样被放进来 那当然民众也会有这样的怀疑嘛 好不过讲到台湾的选举 有没有中国界选的问题 我们要来看一下 上上礼拜不是拜席会嘛 现在传出 在会中的习近平 竟然跟拜登哭穷要钱 而且外媒也爆料 说中国对于这一次 台湾总统大选 还是史无前例的 竟然没有钱 给台商买机票回台湾 是不是有这么惨啊敏宽 这次呢 中国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现在大家都有点看不懂了 第一个 又起 现在去中国要小心 现在全中国据传有八支病毒在跑 八支病毒在跑 对有八支病毒在跑 其中有一支呢 我们台湾叫做袁将军 他们大陆叫支援体哦 现在中国大陆出现一个 非常诡异的一个状况 美国驻日本的大鼠 这个叫义曼牛 还有现在的联合国组织 都已经发文给中国了 你们现在到底有多少人生病 情况是什么样 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 那中国都说 没关系没关系 现在都还正常 但现在中国人觉得不正常了 他们最担心的两件事情 又回到生活当中 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 第一个叫大白 大白又跑出来了 又来了 对大白现在已经开始在路上消毒了 然后第二个 大家在担心的是方舱 会不会又来所谓的方舱医院 这第一个 但现在呢 八种病毒 在蔓延 生病的人呢 多达千万之上 那现在生病的人呢 夸张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来看几个画面 现在呢 包括了北京 包括了天津 包括了上海 那个到整个医院去 大家一看 吓哑吓一跳了 大家以为在春运 你知道吗 几千人哦 你看到那个后诊号码 你去急诊室 你拿到的整个后诊单 四位数 然后呢 医生说 哎呀 人太多了 我一天只能够看五六百个 看七百个 你明天再来 所以呢 好多人排二十四小时的队 常常在有 你看到那所有的人 打挂屏的打挂屏 感冒的感冒 咳嗽的咳嗽 现在都不知道该要怎么办 今天的台股还因此跌掉 一百五十点 你知道今天台湾股票 六只做口罩的 全部涨停板 全部涨停板了 全部都涨停板 但现在呢 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 最近好多人在黑龙江测 在北京测 怎么一测 三种病毒 五种病毒 特别是这波的资源体 我们台湾叫梅江峻 梅江峻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一个细菌 它借在最大的病毒 跟最小的细菌之间 然后呢 他们说难受的程度 是不亚于 所谓的新冠的 但重点是 现在呢 再来更大的一个麻烦 才刚开始 为什么呢 这两天要变天 那变天完之后呢 全中国都会落到 所谓的血线之上 所以在整个 所谓的山东以北 通通是雪白一片 那各位去想 这么冷的天 这么多人的一个感冒 那现在大家 又要南来北往的 所以好多人 现在都说了 这一波台湾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要特别小心呢 我们来看 台湾目前的疾管署 特别发出了 近期计划 前往中国民众的一个须知 第一个 一定要先接种 所谓的新冠 跟流感的一个疫苗 在当地要勤洗手 要戴口罩 反台的时候 如果有泪发烧 或流感 要主动告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波中国的疫情 真的非常的严重 但这么严重的 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都在担心 几件事情 第一个 大白跟方舱 第一个会不会回来 第二个 原物料 各位还记得吗 之前疫情的过程当中 发生什么事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卡住了 如果万一中间 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大家撑得住吗 这是第一个 好第二个 这个叫牛腾宇 牛腾宇 其实已经大家追踪很久了 为什么呢 这个牛腾宇 他是一个网站的 一个负责人 之前泄露了习近平的宝贝女儿 叫习明哲的一个机密 入狱入狱了十四年 但最近呢 大家一看了 不对了 怎么说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 牛腾宇看到他的妈妈 还可以跟他的妈妈聊天 还跟他妈妈说 哎呀 我在这边继续的待着 妈妈没关系 我会在这边继续的奋斗 结果到最近呢 不一样了 怎么说 六月的时候还认得妈妈哦 现在十一月 传说精神已经异常了 看到妈妈大叫 然后预警呢 把他拖出来之后呢 直接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所以中国呢 现在很多的事情就说 不管是中国对待疫情的方式 对待流感的方式 对待病人的一个方式 对待民主的一个方式 大家看不懂 这个是大家觉得 最不了解的一个地方 但最近全世界 最大的一个罗生门 这件 什么事 据传 之前不是APEC吗 在旧金山 据传两个巨头 包括了习近平 包括拜登 在小房间里面密谈 密谈是什么 你知道吗 习近平偷偷的跟拜登说 借我九千亿美金 好不好 跟拜登开口借钱了 借我九千亿美金 好不好 然后拜登说 我的口袋也都没有钱啊 我们目前财政都快扩产 拜登现在 其实也软狼羞涩 也软狼羞涩 他也知道习近平还不出钱来吧 但这一点是 现在成了最大的罗生门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现在大家往内看 包括中国政府 包括美国政府 怎么都没有钱来处理 所谓的国家大事 那没有钱处理国家大事 一个国家那么大 这个该要怎么办呢 所以今年大家很多人就说 过去中国 其实在台湾选举的时候 都特别热闹 国台办动起来 台商组织动起来 各地的那些所谓的 对台的那些 所谓的各式的活动 全部都在动 对不对 今年特别怪 好安静 那为什么好安静呢 他们目前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判读是 中国国力这波大幅的一个减弱 对不对 所以以商逼政呢 目前已经无效了 那我后面呢 我就去访问一些台商 台商目前的说法是这么说 我们目前呢 对台的整个直行点 只有九个点 因为疫情嘛 就只剩九个点 过去有二十一个点 过去二十一个点的时候 是车水马龙 那今年呢 刚好时间点卡得特别怪 你整个台商回台 你只有一次机会 你选了整个总统大选 你就不能够过年回来 所以刚好中间差了一个月 刚好中间差了一个月 所以呢 据传现在中国的国台办穷到 这一波台湾的总统选举 连机票都无力赞助了 那真的是太穷了 然后就说请大家自足 自足 因为没有钱赞助嘛 对不对 请各地的台商商会自足 然后自己研讨经费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太好笑 那可是呢 这么做 很没面子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有些事情该做的还是要做 白子革命一下子快一年了 对不对 现在呢 还管到国外去哦 现在管年轻人 那为什么呢 各位还记得吗 写什么 你说我有 我就有 那怎么办呢 我写一张白子可以吧 写白子也不行哦 去年是写白子也不行哦 好 侮辱木琴事件 到现在好多事情 到现在还不了了之 那去年呢 他们呢 重点是大家在看哦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中国人最怕哪一个人出现 你知道吧 吴亦凡 吴亦凡是专门出现 所谓的车修